政府查物价,一枪接了一枪开 记之前不是有说奶粉不准涨吗 好,这波锁定呢,是卖场饼干类 市占率第一的老字号苏打饼干 厂商说要求大卖场 你不可以降价来促销这个苏打饼干 我们去卖场想要去买促销品啊 当然大家都希望可以便宜一点 你说不行哦 公平会说你这样子才不行呢 现在开罚厂商新台币60万 酥脆带有咸味的苏打饼干 供占超市、超商以及大卖场 但现在却传出制造商中翔食品 威胁量饭店不得降价促销 否则就断货让客人买不到 不对吧,因为它这里是量饭店 主要就是大家来这个地方买 一般来讲都会数量会比较多一点 那买数量多一点的话 你应该就会价格比较低一点 那是正常的 家庭主户啊都会买东西 看便宜的就买 你价钱拉高的时候 看了价钱高就不买了 从4月开始各大量饭店低价促销 原本一包23元的产品只卖20元 甚至还有小包装也整整折价20% 以低于市场行情贩售 不料业者却要求量饭店签保证书 恢复原价 否则就断货 遭到公平会罚款60万元 在他们那个保证的价格里面销售 他们才要继续供货 所以那保证书发出去之后 他们就断货了两三天 这家老字号食品大厂 创立42年 更是卖场苏打饼干类 市占率第一名 外销国家高达15国 现在却遭到公平会点名罚款 每一个通路商 他们对这个所有中小企业厂商的合约 是非常不公平的 厂商诚心说 断货是怕量饭店超低价打乱市场行情 但剥夺下游通路售价 危害消费者权益 被认定是违法行为 厂商则表示还会再上诉 珍秀 搜创艺林文婷台北 最后报道